各位觀眾,今天是2021年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新年第一次跟大家試什麼車呢? 大家一見到應該都嘩嘩聲了 我去年試了兩部Honda Type R DC2、EK9 大家都很興奮 今天2021年當然要找一部勁的東西來做開頭 這部就是Honda Civic Type R FD2的無限RR版 我今天首先要多謝這位無限RR的車主Andrew Andrew就是駕駛艙的忠實觀眾 他很慷慨地借這部車給我試 無限RR其實都不用怎樣介紹了 大家可以看其他頻道應該看過這部車的威水市 這部車勁就勁在,近一年新價格升得很厲害 我知道這位車主Andrew去年賣這部車的時候 當時都是聽說六十多萬而已 當時是很貴的 但現在這一刻在日本的二手價 已經叫到超過一百萬港元 這部車突然在一年內升級了那麼多 為什麼呢?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它的產量十分之少 當時只是在日本賣 限量三百部 現在買一部普通的FD2 可能三十萬左右 可能有些二十多萬都有 但這部車要一百萬 究竟是否真的值呢? 好,介紹一下這部無限RR 就是2007年至2009年推出 當年一推出十分鐘就賣完 因為太罕有了 無限說只做三百部 當年其實價錢也很貴 四百七十七萬日圓 其實買一部普通的FD2 都是二百八十萬日圓 說回一點數字 大家可能有些觀眾對數字很敏感 這部車都是配上K20A的DOXC的VTEC引擎 有限改了CAMSHAVE、WildSpring 4出2出1的排氣喉 另外還有吸氣系統 最後就是ECU 最大馬力是240匹 比普通的FD2多了15匹 扭力是218Nm 多了3Nm 其實218Nm在今時今日Turbo車的世界 根本是很小的數字 但這部車一如其他的Type-R車款 就是車很輕 重量是1255kg 其實比普通的FD2輕了20kg 其實這部車有很多Bespoke的部分 例如頭蓋是Aluminum製造 頭尾Bomber Carbon Fiber 還有18吋輕的Forge Wheels 另外還有Brembo的Brick 從頭部的FD2多的VT1多了 VT1多了 即使你現在更為軌的FD2多了 用車子的FD2多了 在PFD3多了 Brembo的VT1多了 A4Nm的FD2多了 A7Nm的FD2多了 WD3多了 A7Nm的FD3多了 A7Nm的FD3多了 A7Nm的FD2多了 A7Nm的FD3多了 亦是這輛車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試過很多JDM都說不夠快 這輛車是很厲害的 而且在石澳這裏直路 我都覺得快 說回這輛FD 其實我當年也買過一輛行貨的FD 1.8 手波 用來做腳車 駕駛坐姿的所有東西都很相似 這輛車是坐得比較高一點 這張無限的Recaro SPX椅子是非常好 雖然座椅較高 但感覺很好 而且適合我們這些比較瘦的人 這張椅子是比較細碼的 所以很舒服 一上來就像自己的車一樣 我看其他Channel Richard說這輛車沒有椅子樓跳 其實也不覺得 石澳這些路都挺難的 但它很好 它的硬度是刻度好處 它又不會硬 整輛車也不會硬 但這輛車又不會抖 因為軟硬控制是很好 我猜是比普通FD 2更好 因為普通FD 2我駕駛時我發覺是比較硬 非常之好 所有東西這輛車是很直接 好聽話 這輛FD的車架是很實正的 另外有一個機械的Helical LSD 它沒有什麼推頭的這輛車 是很肯入彎的頭輪車 它亦有回到以前的Type R的輕巧感覺 在石澳有些彎 這輛車差不多可以用三波鋪 亦是雲敵 整個路面感是很清晰 其實可以用少少Trail Brake入彎 你覺得車尾 一邊幫你幫你進彎 按到彎後 就立刻可以踏盡油門出彎 它頭的LSD配入得很好的車 自己扯回到彎 那感覺是很完美 唯一有一件事是我自己不太喜歡 我跳上來都要比較熟悉一下 就是它的波檔閘位很密 因為它換了一個短行程 我駕習慣自己這輛車是比較疏的 這些這麼密的設計 有時候你很急激 很緊張的時候你可能會入錯波 但是適應一下 一收車你覺得尾巴是一路可以跟著頭走 很好的車 很平衡 還有懸掛對應到這種比較bumpy的路 車架的設計是非常之好 是一輛很與別不同的車 即是跟FD2普通版 我覺得也是與別不同 這輛車可以說是近十年來我試過 其中一輛我最開心的車 如果一百萬來講 這輛車我會覺得貴了些 如果你問我普通FD2 有沒有這種興奮感 有的 但FD2沒有這輛車那麼 refined 這輛車是整個駕駛動態 整個駕駛感 整個速度感 整體整件事是很圓滿的一輛車 不用自己再改 這輛真的是一輛好車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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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